大家好,又回到我們妄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妄向、正向、曬冷氣、點讚、分享和訂閱 砌抗疫、拼經濟、反網報 好,今節我們就談談悲悲思 當然,之前就有很多的亂指出來了 很多的爭議,我們等一等再說 但是最新的一宗爭議 就是他得罪了這個地方的球迷 應該說這個俱樂部的球迷 就是得罪了晚聯的球迷 哇,晚聯也是英國最受歡迎的 應該說這個世界上最受歡迎的頂級足球俱樂部 當然,這個賽季就不太如意了 但是你要知道,得罪晚聯的球迷也很大 因為他的球迷很多 我們看看BBC說什麼呢 原來就是BBC在他們的新聞的底部 因為他有些叫做浮動一些滾動新聞 好像台灣,台灣更多 下面一條,左右一條 之後呢,畫面又有一個 之後畫中畫又有一個 台灣更多是五個的 還有台灣,頂還有 台灣也挺厲害的 其實這個滾動新聞當中 就是BBC 這個挺搞笑的 晚聯是垃圾 哇 可以這樣 不過這樣 人家說是他故意寫的 因為很多球迷都覺得 曼聯這個賽季不太好 我看到有個網友的假釋 他說BBC沒有說謊 要不要道歉? 這個賽季是不行的 這樣說 其實他就寫著 曼聯是垃圾 在這條滾動新聞當中 之後BBC的一名主持 就向全球的曼聯球迷道歉 並且解釋他就很牽強 他說這個滾動字幕 是由一位實習生去搞的 那他呢 培訓時後不小心發佈了 嗯 但是不 即是 實習生呢 你說 發佈不到 或者是 打錯這個 球隊名就像些 但是曼聯是垃圾 其實邏輯上你這個錯就貌似 不是常見 不是常見 曼聯是垃圾 這一個似是 意見多於是新聞 是的 那BBC呢 因為你知道曼聯 號稱是英國最多球迷的球會 其實我覺得不是 因為你很難統計到有多少球迷 說回來 最後BBC發了一份道歉聲明 就說 這次他不是說實習生的訓練時 又不小心發佈錯了 他又說是技術故障了 哈哈哈哈 想不到 媒體當然是大肆報道 衛報、獨立報、每日郵報、每日電訊報 亦是報道了BBC這則 錯誤的新聞或事故 雖然是很小隻字 不過這些眼尖的觀眾 很快就發現了這隊曼聯 具有侮辱性質的話 就是曼聯是垃圾 其實立即有很多人去官方投訴 當時BBC正在播放體育新聞 畫面下滾動著 報著其他新聞 然後觀眾就很驚訝 蛤? 為什麼我最喜歡的球隊是垃圾的? 因為兩個多小時 BBC就收到大量的投訴 所以這個頻道的主持 Anita就要向觀眾道歉 他就說 哎呀 不好意思 你們知道了 下面的新聞有點不尋常 是關於曼聯的評論 我希望曼聯的球迷 不要因為這件事 不要開心 不要生氣 之後他就解釋技術故障的原因 就說 幕後有個人正在訓練 你知道學習是很難的 還要學習使用新聞跑馬登的字幕 是很難的 在跑馬登還要加上文字 難上加難 所以他只是隨便寫一些不認真的東西 想不到就馬上上了鏡 其實你試話也要小心 真心地說 你是BBC 英國廣播公司 用英國的名字 然後 他就說 這個不小心之下 有關曼聯的評論 就是在螢光幕底下你就看到了 他也解釋 如果你看到了 也感到冒犯 真是對不起 我向全球曼聯球迷 是表示最深的協議 但這當然是一個錯誤 它不應該出現在盈平之上 事情就是這樣 我覺得最好向你們解釋一下 除了他解釋之外 BBC也發了一份正式的官方聲明 也說 我們在測試跑馬登的培訓過程 就出現了少許技術故障 字幕被滾動到直播的節目當中有幾秒鐘 我們為直播當中造成的任何冒犯性語句 就表示道歉 為什麼說曼聯是垃圾呢 其實對於某些人來說 他也覺得是事實戲 色波王又是號稱的曼九 因為香港人很喜歡曼聯球迷的曼九 號稱曼聯球迷 原來我沒有看直播 只是看了他的精華 曼聯在收棺賽輸了給水晶公 最終曼聯是英超第六名 差點連歐霸杯也去不了 更加以58分的成績創下了英超單季最低積分紀錄 雖然新任的主教練 已經開始他執教曼聯的第一個星期 但他要令曼聯復興 看法條路都很長 所以有些人就說他沒有說錯 有些人就慘了BBC 當然 你報道就不可以帶這些感情的字句下去 是的 原來BBC跟曼聯是有些衝突的 之前 BBC跟曼聯的傳奇教練 廢爺廢格遜 BBC一部紀錄片 說他的兒子 一些不好的事情 廢格遜之後 連續七年都拒絕BBC的採訪 直到2011年才恢復與BBC的關係 BBC當然是有很多爭議事件 我們說也說不完 好像我最記得 當時在佔中的時候 他們叫雨傘革命 當然是否革命 革命 你有推翻特區政府嗎? 沒有 2014年10月21日 BBC就報道大概有一千名香港的抗爭者 在奧斯陸自由論壇接受過訓練 報道之後遭到香港的 最搞笑的好像是那些民主派說他 之後他們就說 他們不是接受在奧斯陸的訓練 是一位出名的異見領袖 是沒有的 是沒有訓練 只不過是去過奧斯陸 即是說成功的 去過接受的訓練差很遠 另外BBC亦是新疆 新疆的所謂在教育營報道 亦是 記得之前 地獄雷鏡 陰間雷鏡 2020年8月4日 那位記者是沙女 懂得說中文的人 駐中國記者發佈了一段視頻 片中的維吾爾族人士叫做阿巴 當中的片中好像被關在一個地方 報道說 當時阿巴31歲 據稱是淘寶網的無特兒 經常在服裝品牌的廣告當中展示他 英俊的外表 並且 收入也挺好的 報道最後就說 BBC向中國政府發出了諮詢的申請 請求他們 確認阿巴和阿叔是不是在中國有犯任何的罪 並且回應為何阿巴 是被鎖上手扣 有沒有盜他做一些不好的事 有沒有嚴命逼供什麼的事 那就是沒有回應的 後來 中國外交部 就出來澄清 就說 那些東西 原來是 宜花折木 東拼西丑 加入很多涉疆的虛假訊息 不過這個沙女 後來就跑了 記得 因為當地人說要告他 當地民眾說 喂 經常 暖差地說 後來他就去了台灣地區 當然 他就說 哎呀 我怕被人 政治檢控 你 有沒有做錯事 沒有做錯事 為什麼這麼害怕呢 是嗎 不當然了 沙女 在 2021年1月 在武漢 這就是陰間雷鏡 推出一系列的重返湖北 因為 他使用了 2020年一次 高速反恐演習的視頻 原來這個視頻 他就炒作了 哎呀 警察拘捕人啊 但是被人揭發了 啊 原來你說 這個 警察拘捕人 只不過是反恐的宣傳片 他就炒作了 哎呀 所以你看到 這些人 做新聞真厲害 當時 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 汪文斌就說 BBC 新聞呢 將疫情和政治掛勾 移花節目 將一段反恐的演習 宣傳視頻 就說是中國 的 防疫部門暴力執法 參犯人權 這些就叫準確報導嗎 但是他 這條死人他又不澄清 是不是當無事 這個好笑 哎呀 這樣怎麼做新聞 是呀 這樣叫新聞報導嗎 這樣作東西而已 是呀 那麼他就說 調了去台灣 那麼他就說 因為呀 中國當局不希望 全世界的人知道真相 所以呢 就要迫白我 我只可以走 不說了 那麼當然 這條人 現在就好像 沒什麼 沒什麼出聲 因為他在台灣可能就沒什麼新聞給他做 他也不敢做 另外 BBC 之前 亦都是 對於這個蘇格蘭獨立運動的報導 都是很有爭議 好像2014年 9月16號 大約有 1000位以上的蘇格蘭人 在BBC的總部前面聚集 抗議BBC處理蘇格蘭獨立的問題 是十分偏頗的 BBC的新聞 是針對蘇格蘭獨立黨當時領袖薩蒙德的報導 是錯誤地把他很多事 亂差地說 而且很多事 是誤報或者存在偏見的 當然 他亦都是 有件事更加 嚴重的 就是 他連 伊里莎法二世也有激怒過 2013年6月7日 英女王伊里莎法二世為BBC新總部揭露 受到BBC熱烈的歡迎 亦都是吸引了BBC的員工 是用 手機和平板電腦 跟著他拍照 之後英國雜誌叫做君主雜誌 的編輯總編 就叫做Swoat 就說 當時BBC的員工 很沒禮貌 說他們好像僵屍 很不破 你做一個新聞機構員工 就說 好像僵屍一直跟著女王屁股 一直 都是 跟到底 他就說這些員工為何這麼專業 其實你歡迎女王是可以但是 你的行為令人感到很無禮和冒犯 作為 一些專業的 新聞從業員 不應該好像粉絲那樣 所以就不好 BBC BBC 亦都是 沒什麼說 他就說了 他就說了幾句 員工很希望跟女王一起慶祝 並且很熱情地接待女王 你是令人覺得很煩和熱情 不過熱情過度就很煩 是不是 所以呢 女王的發言人說 BBC 應該首先是告訴員工 是不可以經常拿手機對著女王 如果 你是女王的話 你會不會生氣 那麼近在這裡對著女王 而且電視上看到 女王的造型畫面 令人 非常 覺得怪異 因為他拍到一些鏡頭 當然不是那麼好 好像有點醜化 所以 比較 被受人非議 另外 2011年又有事發生 2011年8月3日 BBC 亦都是 承認 包括BBC在內的國際媒體 都是被加拿大的心理 測驗公司 Adquan 發佈的假新聞 是騙了的 這個假新聞是什麼呢 就是微軟的 你是不是用IE的 就是微軟的瀏覽器 你是不是用IE的 我用Chrome 你用Chrome 安全一點 這條新聞很搞笑 這條假新聞就是微軟的IE用戶 的智商比平常人低 對 那又不要人身攻擊 習慣了 但這條新聞很搞笑 在BBC的網站上 一到點閱是第一名的 BBC就說 當初BBC新聞發佈 這則假新聞的時候 曾經採訪過劍橋大學 統計實驗室的教授 大衛 他就說 這些資料不太可靠 而且 對用IE的人好像有點侮辱 不是有點侮辱 你覺得多好笑 可能別人習慣了 你沒有人身攻擊 另外BBC也被指控 受採訪人士 是假的 好像2013年4月14日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就說 BBC的電視時事紀錄片 就是 這個挺有名的 廣角鏡 的記者 John Sweeney 其實 原來 他是自己 假扮這個學院的博士研究生 去參與學會的 我黨 還有 你找都找個街外人 你找自己的記者去辦 目的呢 原來就是為了前往朝鮮進行隱性採訪 你去金仔那裡 你沒有搞這種事 如果知道你被BBC的記者 你 我不會回來 真的 之前有 有一個美國人 好像是很不正常的 是回到美國的 所以 這傢伙傻傻的 我們看到 那些學生事前 根本不知道這件事 是不知道將會有三名BBC的員工 隨團出發 藉著這一趟旅程進行 暗暗地訪問朝鮮 其實 那些學生完全不知道 如果知道的話 撐你 我們不是搞這些事 你帶人去採訪 到時是央盼慈遇 是啊 所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就很生氣 他就說 這個學院是支持新聞調查 也都讚揚記者在險業時工作 但是 但是他就覺得 不可以借用學院的名字 借用學生的名字 是包庇這種活動的 當然 BBC當時的總裁 是拒絕取消播放這段內容的 但是對於BBC員工 是用學院的名義和名聲 的欺詐手法 騙了一群學生 他們就向學院 指挾 BBC也發了一份道歉聲明 就說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其他學生 都是 事先得知 一名記者 希望隨行 令他們可以作出決定 並且 是已經獲得 風險評估的通知 你希望 有沒有人去兩回事 頂你呀 你怎樣風險評估 你什麼背得起 是的 而且你說一名 但是你去了三名 大哥 你真是 唉 所以真是 還有一件事 挺有名的 我都好像說過 就是 人類星球畫面造假 2015年的時候 英國媒體就說 人類星球這個節目 在講沙漠那一期 就用半順化的狼 是代替了野生的狼拍攝 在兩個蒙古牧民面前 衝著 上哥壁的野狼 向他們開啪啪的動作 原來是假的 是經過排練的 很多狼跑過的過程的動作 原來 那些狼全部都是經過訓練 是這樣跑的 是有訓練員在場的 當然 BBC 3年後才說 3年後 100年的時候 在網絡的壓力之下 網民的壓力之下 他終於承認 人類星球 是存在造假的 他也說在印尼 雨林當中 的樹屋原住民 就叫做科羅威人 全個全黨節目 都是假的 樹屋原來是當地人 收了BBC節目組的錢 搭出來的 不是真的原居民在樹屋 是搭出來的 真是糟糕了 而且 這個人類星球即BBC的節目 還製造了圍繞樹屋的相關文化 比如 樹屋 起得越高 代表家族的聲譽越高 男女 居民 生活分開 是不同的樹屋主 以及大家的友誼 在樹屋當中 如果你是點過一些 像香薰那樣的東西 就有友誼 原來 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 編造出來的 這些文化 或者 是某幾個人的私人 的 想法 喜好 加油添醋 組成的文化 真是 你的科普 所以我明白為什麼 BBC曾經也請過陶傑做的 難怪陶傑也這麼聰明 所以後來 有很多的節目 一些動物的畫面 不是野生動物 是在動物園 或者 是在攝影棚錄製 之後就剪接 5度是在野生的 所以 都是 九流流食地球 哈哈 之前彭定康也說要改革BBC 結果改革一下 又不行 浪費了 你經常搞 搞壞了一些 多Q餘 不好意思 多Q餘 多Q餘的東西 幫香港羅冠聰那些人 不如 之前他也不是很成績 彭定康 好 今次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 再見